各位 本相与青阳军已经协助贺神医查清楚了这次大规模中毒事件的原因 太好了 丞相大人也知道是妖孽作祟了 丞相大人和青阳军一定是来帮我们杀了圣锦书这妖孽的 谁说这毒是妖毒的 谁说摄政王妃是妖孽的 本相告诉你们 你们和你们家人之所以中毒 那是还没有被捕入网的敌国戏作作的恶 左丞相 你不会被妖孽蛊惑了吧 左丞相说的都是真的 经过我们仔细的调查 发现是有戏作在水源里动了手脚 水是所有人生活的必须 大家早期都是用了水的 那水里被下了毒 大家洗漱 煮饭 烧菜 喝茶的时候 就将这毒吃了进去 从昨晚开始到现在 没有吃任何东西的人是不会中毒的 这可不是什么妖孽作祟 而是一场针对摄政王妃的大阴谋 而你们被这个阴谋左右成了帮凶 大胆妖孽 还敢继续妖言获咒 改住 三皇子言子安 大兄皇帝唯一培养出来的一个武力职超群的皇子 说起来如今你也算是我的皇职了 怎么 初次见面你要杀我 祸国妖孽 人人得而诛之 口号倒是喊得够大的 你是自己来的 还是和皇帝一起来的 见千万回朝 见过你十九皇叔了吗 哼 那仕途谋朝篡位的逆贼 已经被困在了机关笼里 机关笼 那是什么东西 传朕执意 逆贼严北征 被妖孽盛锦书蛊惑 杀害朕之亲卫 将朕囚禁 意图谋朝篡位 此当狼子野心 朕绝不再孤息 杀妖孽 逐逆贼 反与逆贼严北征有来往的 傻无赦 反与盛家人有来往的 傻无赦 摄政王府 盛家九族 傻无赦 这 逆贼 摄政王怎么就成了逆贼了 可是说摄政王谋朝篡位 皇帝的位置 不都是当年摄政王送的吗